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2019年的6月4号 所以今天就是天安门六四事件的30周年 也就是这一天 发生在30年前的历史的悲剧 现在当然经过时间 其实30年不算短 当然也不能从历史的长河来讲 也没有多长 但这个事情远远还没有过去 而且逢到像30年这样子的大周年 那么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活动 或者说很多的有关 他的一个话题议题 那么在进行当中 好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在六四前夕 那他们发表了一个 罕见的用大屠杀 Mersico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来形容当年这个事件 而且谴责中共的系统性的践踏人权 那美国副总统Michael Pence 据说可能在美国时间六月四号 也就是在今天晚上 或者是明天早上台北时间 他也要发表一个重要的一个谈话 在中国方面 中国的国防部长 这个魏凤和 在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的 这样的一个论坛会议上 那么这个是坚决的否认说 当年说他不仅是一场政治风波 更是一个政治动乱 而中国当局采取果断的措施 来制止并且平息动乱 这是正确的一个决定 好 我想我们当然不能不想到说 当年六四的民运当年那一批 不管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 在天安门广场 他的目标应该说很清楚 是一个民主跟自由 就跟我们讲说 今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那五四运动除了有爱国主义之外 更重要的恐怕就是我们讲的民主跟自由 所谓的德先生赛先生 民主跟科学 那么所以从个角度来看的话 六四当年在天安门 三十年前在六四的这一群知识分子 他们所诉求的 其实上是可以往这个1919年 就是五四运动的当年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连结 那么甚至还可以跟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 他的一个建国的理想 这两者之间应该是相结合的 可是经过三十年 现在来看 那么当年的这个三十 七十年前的这样的建国的理想 不要说现在已经完全被忽略 甚至是扭曲 那么三十年过后的天安门事件 又让我们看到还有非常多没有被完成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这个走向 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 很高兴要请到当年在天安门事件的这个现场的见证者 也是这两天 特别来台湾 已经来台湾一段时间 特别针对那么六四三十周年 有很多的活动跟出版的吴仁华先生来到节目现场 仁华兄 现在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原来三十年来当年镇压这个六四的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那么他并没有因为三十年来的发展 或者说整个中国的所谓的崛起而更加的开放 他反而更加的封闭 更加的这个专权 这是一个部分 可是呢 又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是 当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之后 后来卷起了包括整个苏联跟前东欧啊 整个垮台 所谓的苏东坡 而苏东坡的这个发展之后 开始我们也看到说福山的一个理论 说这个历史的终结 民主跟市场经济是人类最后追求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几年大家又看到西方的民主啊 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在科技的进步之后啊 所以变成说啊 从三十年来看 如果用历史的高度来说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困惑 不能不讲 就是说 一个是这个威权的体制啊 他凑过他的这种更有效的一个 科技的一个监视的一个使用啊 所谓的大数据 那么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更严厉啊 但是呢 在民主这一边啊 那么并不像我们想象说 历史已经终结了 那么发现民主本身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首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 先请您来跟大家谈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八九年的这件事情 还有什么没有被终结掉的历史使命 是应该去去去阐述的 1989年的学生运动跟民主运动 他很明确的一个诉求 就是追求中国的民主化 所以当时后来被学生的镇压了 所以你要说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的话 我想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所以这六四屠杀以后 这三十年来 实际上很多八九一代 还坚守在中国大陆 一直为了中国的民主化和努力 特别有名的就是 诺贝奖得主刘晓波先生 为了追求这个八九年的 未完成的目标 最后是病实在狱中 对那我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那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民主的发展 不可否认在这几年里 碰到一些挑战跟逆境 那这样子的话 对照中国是更极权 可是在海外的部分 又看见大家对西方体制 开始有些问号 这会不会形成一种困境 对我们对六四的一个演绎 我想民主不管在哪个国家 它总是在静静的还要完全走 台湾民主转型以后 也面临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在西方民主阵营里头 美国应该算是比公认的 比较完善的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 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就发现 美国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所以我们不能说 现在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它已经是完全完善的 不需要改善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利用这些 各国民主国家存在的问题 它一直在说 民主并不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民主并不适应于中国 但是我刚才说了 我说民主它的制度 应该是目前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制度 特别是民主制度的国家 它尽管有问题 它可以通过民主制度 自我的改善完善 另外我想刚刚讲到说 从六四之后 在中共的体制一直有一种说法 就认为说 如果没有当年的镇压的话 后面就没有办法有三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崛起跟发展 所谓的发展论 我们刚看到 它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上的访问 也是谈类似的一个调子 但是换一个角度 换另外一种想象来说 如果当年没有镇压 如果当年学生的这些诉求 中共的开明派 比如说赵紫阳让他继续 然后从改革开放的一个角度来走 你觉得能够想象说 今天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跟经济体制吗 因为中国政府一再强调 就是说没有八九年的镇压 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也客观承认 就是经济高速发展是一个事实 因为在六十屠杀以后 中国政权面临的国际的强烈请折跟制裁 所以在这之前 他一直还是打开经济改革的大门 政治改革的大门始终没有打开 然后在经济大门打开 还是有一个争论 就是说西方的市场经济像股票 这些东西 他是姓社还是姓资 就是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 所以还有争论 但是六十屠杀面临的国际的谴责 跟制裁以后 中共就是快速的完全打开了经济大门 这样的话就跟国际的经济接轨 也造成了现在的经济高速发展 这是事实 但是如果说中共当局说 镇压才会有经济的发展 这种观点我绝对不能承认 不能认同的 就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来看 并不是说把镇压杀人做一个前提 必要的前提 很多国家包括台湾 也不是靠镇压杀人来才能取得说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1989年的民主运动没有遭到学生镇压 心情是怎么样 我个人因为是亲身经历者又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件 我认为就1989年学生运动跟民主运动发生的时候 是中国在政治上转型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如果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说法 在民主跟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那这场运动就会比中共改革派 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就相互结合 可以共同的推进当时中共当局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 也就是我们认为的就和平转型 今天的经济虽然高速发展成为四季的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是畸形的 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我们讲说两条腿政治跟经济要均衡 现在中国大陆是一条经济的腿脏着大的不得了 但政治的腿是一个衰弱的不得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平衡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六四天安门的事件的见证者吴仁华先生 来跟他谈今天在六月四号三十六四三十周年 今天来好好谈一下这一件事情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特别邀请了当年六四的见证者吴仁华先生 来到节目现场来谈六四三十周年 好这个仁华兄刚讲到说 如果当年中共不是选择用镇压 而是用一个就好像在1987年的时候 86年的时候台湾民进党成立了 蒋经果当时就没有选择镇压的方式 他是用一个相对是默许 然后后来台湾就开出了民主的花朵 以及在第二年台湾解除戒严 其实时间点很接近 严格讲我想听众朋友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80年代的时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大陆的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程度不输给台湾的 甚至还超过的在那个阶段 所以这个讲到说如果当年不是用镇压的方式 而是正面来回应这个学生的这些诉求 那么可能台湾的大陆的民主转型是可以进行的 你是不是这样认为 对就是1980年代实际上是中国1949年 中共建政以来最好的时代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生像我这样的青年自治分子 就是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自由人权 所以如果当时按照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所提的 在民主跟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话 那学生方面跟中共方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良性的互动 然后当时中共也一直在一直在谈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的话就是像类似于像台湾的那种和平转型 然后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说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依托的话 那今天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 就要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的力量 就不会出现像现在贫富分化 社会矛盾官民矛盾极端尖锐的这种情况 而且经济现在也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 因为很多 无以为继 对 因为很多经济问题上跟政治制度是相关的 如果政治制度没改革 很多经济的一些关键问题是解决不了 是 我想刚这个吴仁华先生这一段描述很重要 就是说第一个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 那么中国大陆的一个开放的一个节奏跟速度 当时跟台湾几乎是一个同步的在进行 那么我们本来都以为说大陆的政治体制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落后台湾一个世纪 其实不是的 在当年那个时候 因为一个方向的改变而改变的 第二个是当台湾从这个经济上的 其实今天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 台湾在7080年代的时候完全走过 完全一样是两位数 但是台湾比大陆不同的地方是 80年代当这个在野党主党开始来挑战执政党 在戒眼时期的情况下 蒋经国在跟当时的社会氛围 当然也跟美国介入有关 选择了一个是对现实的一个面对 那最后台湾终于走出了民主的话 而这个民主化并没有 这个民主化之后很多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 就一个一个解开了 那这些事情现在在中国大陆都还是问题 而且越积越深 可以这么说吗 对就因为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 就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巨大财富以后 然后政治体制又没有改革 就加深了这社会的矛盾 就现在你看贪污腐败 现在的两极贫富两极分化 现在的官民矛盾 远远超过了1989年 所以1989年学生运动还只是提出反官岛 反腐败 可是那时候的官岛 像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子弟 也只是说利用当时的计划经济 弄到一些紧俏物资的批文 去卖批文 或者是弄到一些紧俏的彩色电视机 然后去倒卖出去 所以那时候挣的钱很辛苦 挣的钱也不多 跟现在直接承包高铁高速 甚至是从银行里头拿出几十个亿 几百个亿的贷款 或者是跟利用权力搞一个公司善事 一下就落到几十亿几百亿 那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所以这种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作为依托的经济高速发展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更深的矛盾 带来了更多的危机 而且这几年都说贪官抓得很厉害 但是贪官抓越多之后 大家赫然发现到 这几百几千个贪官已经抓出来的 每个都是几亿几十亿的这样子 不得了 这个名指名高就加起来 加总起来 其实都快要到跟国家的GDP可以相比了 对 现在贪官的话 在九十年代就有说法说 把初级以上干部抓起来 排着对签币 所有签币的话 可能有一两个冤枉的 如果说挨着个 一三五七 一三五七 二十六八签币的话 那是有大量的就是落完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 现在基本上就是国家 国库 基本上被这些权势子弟 基本上搬空了 好 那么当然六四 整个的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辩论 可能还会再继续了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中共当局 那么似乎不希望人们 希望大陆人民才记得六四 那么它不断的用 每一次时间快要到了之后 在中国大陆只要任何有关六四的一些记忆 或者一些印记 那么都要被这个扑灭或者消除掉 米兰昆德拉 这一位著名的小说家 他有一句名言 说人类对抗暴政的斗争 就是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 大陆这个政权 是不是试图要让人民 就是不要再有这个记忆 这就是他的一个做法 经过三十年的这样的之后 你所知道的 现在大陆人民 对六四还有多少印象 就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 现在是进行了很多灾难性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五十年代初干建政的时候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当中 就枪毙了两百四十六万人 都是当年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基层的军工教人员 然后后来又历次政治运动 特别是记忆深刻 一九六六年到七六年文化大革命 也造成了几百万人在那个政治不害死亡 所以我们说这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 就有七千万到八千万非正常的死亡 但是呢都没有记录 然后就变成中共当局设置的禁区 不允许去谈论 也不允许去研究 六四是其中最大的禁区 对那目的是什么 他是希望你遗忘他 就是不要知道这个事情 他认为他可以把真相来掩盖 然后久而久之 人们就忘记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吗 对这是专制体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把这些他们在执政过程当中犯下的罪行 或者见不得人的这些记录 能够掩盖 用谎言来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然后维持他的统治 所以这种情况下三四年过去说实话 就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对六四 没有多少人有记忆 尽管他们知道六四在中国的伏联网上是个禁忌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六四会成为禁忌词 OK 你刚刚讲到说这是所有的专制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 我如果做一个对照 其实台湾的228 台湾228是发生在1947年 但是台湾真正让228能够公开到政府面对它 也要经过四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的确包括我本人 我在台湾读书 我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我才隐约在一个偶然机会 听到长辈讲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学校的体制 全部不谈这件事 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 那是后来听到人家 但是我想去打听 问长辈说什么是228 长辈就第一个讲说你小孩子不要问 这样的情况 这个跟现在大陆像不像 是不是开始也是一样的 年轻的都不知道 对主持人讲的这故事 就让我想起就是 前不久在推特上 也有同样的一个故事 有中国大陆一个中学生 他翻过那个网络防火墙 到推特上注册 看了我一些关于六四屠杀的记录 然后他就跟我说 吴先生我回家以后问我的母亲 他的母亲是一个历史教师 他其实八九年的时候在校大学生 结果他母亲到这个时候 还是隐瞒说没有这个六四屠杀的事 后来他孩子很生气 他说你八九年不是在北京读书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已经在海外看了很多六四屠杀的文字记录 跟图片记录 这时候他母亲才不得已告诉他 说孩子我不告诉你真相 是为了你好 原来你在政治上不会遭遇到这个迫害 这个情况跟5060年代 70年代很多台湾的父母 对小孩子说 我不告诉你228的真相 是为你好 其实是一样的 我想出发点是一样的 好但是当然了 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228事件 后来还是要面对 经过48年开始有一个真相调查报告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领导人要道歉赔偿等等 有人讲法是认为说 时间如果能够再不要那么长的话 228那个伤痕会更容易遇解 但是你拉太长了之后 有时候难免大家对于那个事情 事实真相的追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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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 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认知上的分歧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之后 继续跟六四事件的见证者吴仁华先生 来聊六四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30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特别邀请当年的见证者吴仁华先生 到节目现场 仁华兄这个六四当然毫无疑问 是影响你一辈子最大的 发生的时候您在北京 你当时是在在做什么事情 我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 当老师 所以从八九熊一开始第一次游行 我就是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组织者 然后一直到六月四号 天安门广场遭到纪念部队武力清场 所以我也在现场 那个时候北京的几个大学 都很积极的参与大学的学生 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政法大学 人民大学都有是不是 对主要的北京的 有五所大学比较主要 就北大清华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跟我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 但是北京的五十多所大学都参与了 都参与了 这五所大学也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大学 这个后来看起来 在就是说我们讲伤亡也好 或者说受害 是不是哪个学校最严重的 有统计出来吗 这几个大学当中 统计数字只有中国官方的国家教育委员会 适合有个统计数字 说北京大学生死亡36人 总共北京大学生死亡36人 我有一次跟一个人大的教授 人大是所谓他的党校 这个跟党的背景比较深的 那他们讲说人大的 好像是学生受害最少 这最少是因为老师有警觉性 有警觉性 大概是人大可能跟党的关系 好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 好 这个当然我们知道 六四发生之后 在香港有著名的 黄雀行动的一个救援组织 那出来 但是您个人的部分 您后来是怎么样逃出来的呢 就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 香港一些人就组织了黄雀行动 先后救出了130多人 你是其中的一个吗 实际上我是那个其中 可能是最晚的一个 因为他们都是在六月份 就陆续那个逃离中国 我是在1990年2月底的时候 我自己先那个在深耕半夜 那个跳海游过那个海湾 从那个珠海到澳门 然后澳门的时候 我才联络香港环局行动 用渔船把我偷渡到香港 哦 是这样子 那您在珠海 您那个时候行动还能够摆脱 这个国安的一个监控 从北京到珠海 这不容易啊 我出来我就说 因为时间点上就可以看 跟那些一百多人 那个逃往的理由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因为个人受到了 那个威胁 我当时是因为 为了情人监狱当中 一些不为外界所值的 一些重要参与者 像王军昭 陈子明 刘淑理 陈小平他们 是 因为当时就传出来说 马上要进行一个大审判 就像北地岛大审一样 然后这些重要的参与者 都会被判死刑 而且这些重要的参与者 不像那个21个 比如公安部 公开通缉的学生领袖 外界广泛的所知 而且外界很踊跃的在营救 所以当时我为了 营救这情人监狱这些通道 我就决定自己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 逃离中国 然后到国际社会 介绍他们 呼吁 营救他们 是 所以您那时候 我相信你在那个 你说这个1990的2月 从珠海游泳到澳门 然后在 因为珠海跟澳门 刚好就隔着一个江 对面 一个海湾 一个海湾 对 那你从 我刚讲的 你从北京到澳门 到珠海 这都是你都 你能够摆脱掉跟肩的 这不容易 这也不容易 我因为在这方面 是有点惊艳 因为在考虑 1977年 我考到 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 公安边防部队的军官 我是军人 所以说 对这些跟坚 反跟坚 然后对边防地区的 那个布防 我比较了解 了解 所以后来 您就顺利的跟 这个这些组织联系到 然后什么时候 到美国去的 1990年7月5号 我抵达美国 然后一直居住在洛杉矶 在洛杉矶 所以你在美国 等于20几年 快30年的时间 在美国都做些什么 可以分两个阶段 前15年 我是在海外 中国民主运动 唯一的一份报纸 新闻自由导报 担任总编辑 后15年 就是全职 在收集六四屠杀的资料 然后研究 然后写作了三本 关于六四屠杀的书 就台湾远程出版社出的 那这当中啊 有没有机会 回大陆去看亲人 特别是父母 我在 因为我因为 这个单年的经历 包括在海外 所做的事情 所以是在中国政府 禁止路径的 那个名单 黑名单 对 所以为了突破 这个黑名单 为了能够回国 见我的母亲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 我就加入了美国籍 拿美国护照 然后使用了一个 所有人不知道的 英文名字 所以在2012年 11月29号的时候 我就在上海浦东机场 突破了那个路径的禁止 侥幸的进入了 中国大陆 回到老家温州 22年以后 进了家门 见了母亲跟家人 这一段是很令人震撼的 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 有非常多的迷恋人士 到了海外之后 这个共产党 对他们最大的一个 这个手段 就是不让你回去 这种精神勒索了 那不让回去 结果刚这个 任华兄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在2011年的时候 加入美国籍 所以你去美国 也是很久之后才加入了 甚至可以说 也是想到了这个办法 因为这样说你把名字改了 全部改用英文的一个 而且你不是直接用无人话 对不对 你是用另外的拼音 或者另外的名字 完全是英文的名字 英文的名字 英文的名字 结果再到大陆海关 海关认不出来 他们应该有一个名单在对照 他有一个禁止路径的名单 但是上面都是中文名字 然后再加一个中文名字的拼音 这样子 这个事情后来圈内人大概都知道 因为我相信你后来回 你后来在文州待了几天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 就是说第一次拿外国护照 只能停留45天 我就整整停了45天 就陪我86岁的母亲 陪我15天 陪我15天 然后就再出来回到美国 回到美国 回到美国 然后这个消息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知道了 知道了 一定要跟你问说 你是怎么能够回去的 他们以为是 中共已经对你这个这个 撤除名单的 我是第一个 就是天安门世界流完出来 以自己的方式 就冒着风险 是 闯关回中国探亲的 是第一个 所以当时回到洛杉矶以后 各国媒体非常轰动 它既有故事性 然后又有代表性 所以当年是游泳出来的 现在是拿了美国护照 用英文名字闯关回去 是 对 但是这个别人 如果要效法你的话 不想还能不能够成功 成功是可以的 但问题说需要一种风险的承担 对 因为你回去很可能就老在 现在一起 一起跟你算 所以说我当时是 做了下来举心 我宁可进监狱 我也必须见我母亲一面 因为22年了 她已经86岁了 是 因为流亡以后 我想我个人的政治代价 经济代价 我都可以承受 但是因为唯一溃兑的就是我母亲 所以中共也一直用这个亲情 作为惩罚武器 这是让我非常愤怒的 因为中国人 中国传统是很讲究亲情的 而中共政府反而把亲情作为惩罚武器 你要探亲可以 你要写回购书保证书 而且你要跟跟他们合作 所以包括21个中国公安部学生 通缉领袖里 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里头 至少有两位 现在是跟中共政府合作的 就是因为亲情的压力 亲情的勒索 亲情是勒索一方面 还有经济的诱惑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说 首先我觉得说经济 我无所谓 因为当年我可以放弃大学老师的职位 跳下大海为朋友呼吁 我不在乎 但是我在乎的是亲情 所以对于我来讲 中共只有亲情可以利用 了解 不过你刚才说 21个学生领袖 当年公安公布的名单 有两位 我觉得两位我表示同情理解 但是另外19位要表示尊敬 这不简单的 要这么长的时间来坚持 对不对 是不容易的 我是这么认为 我就说所有的人 你不管是学生领袖 知识领袖 你个人的因素退出民运 或者去做生意干什么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他的权利 但是你要是因为经济利益 跟中共合作 这就越过了我的底线 了解 我们知道 但是我刚刚讲说 至少21个人当中 有19个人还是在坚持 这是不简单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 六四天安门事件见证者 吴仁华先生来聊六四 我是黄青楼 今天是6月4号 也是天安门事件 3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 我们特别请了当年的见证者 吴仁华先生 那吴先生其实不但在美国 也待了很久 而且他最近这十几年 都全面专注在研究 怎么样把六四的真相 让世界更加的知道 同时他在台湾也待了 也这一次来也有一段时间 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想他对于六四里头 台湾人应该怎么看六四 我们前面有讲到说 二八事件可以给对岸 怎么样的一种启发之外 我想跟你请教最后这一段 你建议台湾人应该怎么面对六四 这一次我们特意把六四 30周年的纪念活动放在台湾 包括三天的国际研讨会 包括那个在中正经验台 那个特别的那个资料掌 包括就是在自由广场 摆了一个坦克人的那个艺术专制 然后还有一些六四新书掌 为什么 就是当然是纪念六四 是为了留下这个历史的记录 一些记忆 一个民主没有记忆的民主 是非常悲哀的 那为什么放在台湾 因为台湾我想面临着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时刻 要面对的一国两制 面对的这个武力统一 很多包括台湾 因为西安媒体的被渗透 所以对中共政权的那个面目 看得越来越不清楚 在台湾我做访问学人的 这一年当中 接触了各阶层的台湾民众 他甚至都跟我说 中国很好啊 中共很好啊 习近平很有能力啊 所以说这是因为台湾一些媒体 长期对中国做不真实的报道 甚至是因为背后的资金 配合中共政府在这里做大外宣造成的 所以我们这次把六四这个纪念红筹放在这里 让台湾民众看到当年就是这个政权 是动用14个集团军在内的军队 动用两个坦克斯 用坦克碾压学生 而且30年以后 他们认为这种镇压 这种杀人还是必须的 所以要让台湾民众 从这个历史的记忆当中 看清这个政权 让他们认识到 就是现在对台湾 唯一的威胁 实际上还是这个凶狠的政权 如果不认清楚 不大家一致的来保卫台湾的民族 保卫台湾的主权的话 那下一回坦克就不是出现了天安门广场 而是出现了台北的自由广场 这也正是我们把这个坦克人的专制 把那坦克模型摆在自由广场的一个目的 所以换言之 您要强调的就是说 台湾人对六四的关心 不只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关心 实际上就是对本身自己的关心 你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关心六四就是关心台湾 也可以这么讲 六四只是因为三十周年利用这机会 让台湾了解六四屠杀真相 但是真正的目的 我一直在在说 台湾不管是官方民间 一定要去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因为这跟台湾是密切相关的 符合台湾现在跟未来的利益 因为这个政权是台湾唯一的威胁 所以不管台湾的统派 赌派 你如果说让中共一国两制了台湾 或者武统了台湾 那你统派跟赌派想要想做的事情 基础都不存在了 中华民国也不存在了 独立建国的机会也没有了 所以我一再呼吁就是说 通过六四认清中共 然后认清中共 知道有个历史记忆以后 就要起来反抗 要抵制这个专制政权 对台湾的伤害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想最后一分钟再请教你 那你认为台湾的民主经验 要有如何可能去影响中国 我一直从1992年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以后 我一直在关注台湾 可以说在海外 中国民主运动当中 对台湾是最了解的 所以我始终认为 就是说在各国的转型 民主转型的经验当中 台湾的经验 对中国大陆以后转型 是最重要的 最实用的 因为都是同文同种 所以我一直认为台湾 可以突出自己的民主价值 台湾尽管说只有2300万人口 但是台湾如果突出民主价值的话 它在力量会无限的放大 它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无形当中会起到巨大的影响 是好 我想让台湾的民主经验 能够对中国大陆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可能是在六四三十周年 我们能够提供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方式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吴仁华先生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六四三十周年 特别为你做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报道 明天我们将会访问到 那么重返天安门的作者 这一位外籍的女记者 她来谈她的这个六四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经验 那请你也不要错过 好 我们节目尽到这里 再见